欢迎回来 这里是时时刻刻 给您好味道的健康讯息带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 米面当家 今天我们请来这位 应该是面点大师 是邢老师 邢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麻食 麻食是在我们西北地区 很有名的一道面食 可以说家家户户的主妇们都会做 但是在很多别的地球生活的人们 就来说有点难了 非常的神秘 但是刚才我们觉得不神秘 不就是把面团砌成小力量 一搓就OK了吗 我这样的人都能给它完成 还不错 而且我觉得今天颜色搭配很漂亮 邢老师特别还把两种颜色的面团 搓在一起了 搓成个三色的这种 有白 有橘红 还有绿色 所以说你看 两种不同的麻食做好 要做两种不同的面食 分别是什么呢 小题板上 邢老师已经给大家揭晓了 一个是要做一个麻食生片猫耳面 另外一个做虾仁炒 三色麻食 一个带卤汤的 一个是炒的 炒的 来吧 咱先看看第一道 带卤汤的怎么做 好不好 首先要把水烧开 是不是煮这个的话 我觉得会很省时间 是的 开水下锅 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 它一下锅 是盛在锅底的 对呀 那么一般熟的时候 你会飘上来了 也就是说只要飘上来之后 就代表熟了 对 非常容易熟 需要给它盐水吗 像饺子一样 可以 这就飘起来了 对 一般两分钟 这很有意思 你看它在锅中 慢慢慢慢的 对很快 因为一搓 把它搓得非常薄了 所以说刚才您看 您留着一厘米的厚度 如果太薄的话 可能一搓它就粉了 就像一个薄薄的片 就没意思了 现在飘上来很多了 正常很多 咱们也可以点一下水 或者不点水 让它煮一会儿 煮一会儿 煮一会儿 是为了让它里面熟得更透一些 我觉得颜色好看的食物 总是给人感觉一种 享受生活的情绪 你看这个绿颜色的 它煮完之后 它就会变得更绿 然后橘红色的 它就会更加的红通通 然后白色的更加的白皙 将猫耳朵煮至成熟以后 放在盘子中备用 就可以制作麻食生片猫耳面了 好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卤汁 是不是 对 咱们先做这个 带汤水 嗯 好 有油的是吧 放一些花生油在锅里 然后把这个锅烧热了它 OK 咱们呢 拿这个葱姜蒜 做个锅 咱要做这个卤汁的话 今天是那种咸鲜口味的 是吧 对 北方喜欢的感觉 咸鲜酸辣 哦 看来味儿还挺足的哦今天 是个综合的味道 我觉得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啊 秋冬季节吃最爽了 因为秋冬季节会比较冷 尤其很多朋友在外面奔波了一天 回来之后吃一个热汤的食物 我会感觉特别的暖心 我个人很喜欢 然后把肉和虾仁放进去 肉和虾仁要炒一炒它先 一定呢 这个炒的时候 炒肉的时候 一定先把这个葱姜蒜 变香了它 嗯 变出香味来 然后再把这个肉和虾仁放进去 你看这个肉呢 变色了 变白了之后呢 咱们这个稍微倒一些水 倒一些汤水进去 虽然是汤水也不要太多 太多就没味儿了 对对对 也就是说其实这种碰到方法 咱们不应该算是一个炖 它属于是一个灰是不是 对类似于灰 这时候呢 放点盐 调调味儿 对 然后味煎啊 一点比较好 放一点就像 好 然后我就使用 酱油 酱油 加点酱油 这是基础的调味 主妇们都会做的 对 然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菜放上 嗯哼 这个呢 是番茄 哦 西红柿 嗯 它呢可以增加这个卤汁的口味 所以说那个酸味就从这来的 对 也可以让它的颜色更加漂亮 对 然后呢 再把这个黄花菜 还有这个 香菇 香菇 把它放进去 鲜味儿的食材 黄花菜和香菇 这有点像做一个打卤面的这种感觉是吧 没错 其实就是打卤面的一个卤子 那么在南方喜欢叫它焦头是吧 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 好 那个西红柿怎么变成那种沙沙的绒状啊 西红柿呢要去皮 嗯哼 去皮的时候也非常简单 咱们用这个开水把它一烫 这个皮呢就一揪就掉了 再画一个十字是不是 对 画十字好鲜开它 对 对对 这个煮卤子的时候呢 呃 先把耐煮的这些原料放进去 嗯哼 然后你看 像这个青菜呢 青菜呢 青菜是最后放的 这时候呢 咱们把这个面下进去 哦 将猫耳朵下锅以后炒制一下 再加入少许的水 稍微混一下 美味的麻食生片猫耳面就可以出锅了 好嘞 好嘞 这就差不多了 是不是 邢老师 对 哇太暖了 这时候呢要把青菜加进去 嗯哼 出锅前放青菜 对 还有香菜末 好吃 这一碗如果早上吃的话 真的是 只能用一个很俗的话来说 就是绝了 真的绝了 这个呢是辣椒油 嗯哼 这很陕西哦 这是油泼辣子是吧 对 这个根据个人的喜好 那边呢 人比较能吃辣 可以多放一些 多放点 嗯 咱们呢就可以少来一点 啊太诱人了 有没有看到 整个我们的这个锅里面 色香味俱全 而且呢很暖啊 是吧 这一碗 挖拾下去 太美了 这生活真的是 终于是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感觉 是吧 奔上小康了 奔上小康 很好啊 而且你看 它这一碗其实它的影哑搭配是非常丰富的 既有呢 我们这边 基本提供一些能量的 太乳化合物啊 蛋白质啊 包括淀粉 在面里都有是吧 对 还有一些海鲜类的食材 那还有肉 还有蔬菜 最快一点呢 还有西红柿 哎 它里面这个搭配其实是很营养的 这时候呢 再点上一点 看来你是个爱辣的人 是吧 最重要的一步 还没有 还有什么 没有完成 再来点 猜一猜这是什么 这应该是酱油吧 这个是醋 啊醋 在山西吃饭怎么可能少得了老陈醋呢是吧 对 大家一定要去买老陈醋 老陈醋 就是你看这一碗 酸甜辣咸都有了 对 来吧 朋友们 看一下怎么样 看一下来一个汤汤水水的 好滑呀 味道怎么样 特别的好吃 入口的时候你就发现它那个 一个一个是跑断嘴巴里面是一个一个一个排着队的 是不是非常有韧性 而且咬起来的时候呢很Q软 关键是它咬起来不是说那种软不辣鸡的 而咬起来会冻的感觉 而且它很滑表皮 关键是这个汤汁 调汤汁非常关键 要咸鲜酸辣 这个复合口味 这个好吃 这个汤辣水水的口味呢 比较开胃 尝试我们这道炒的怎么样 嗯 一些方程 这样的混 Understand 红葉 漂亮 蜃蜭 亂 以外 品话 ここ ですね 感谢观看